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小编又给大家带来有意思的视频了 不管对于哪个国家来说 石油都是不能缺少的资源 每日国家是著名的石油进出口大国 同样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很多小伙伴也许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感到困惑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一边进口石油 一边出口石油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个问题 好多小伙伴有所不知 其实石油和石油之间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原油指的是刚刚开采出来的石油 要想把原油投入使用的话 就必须经过大量的加工 原油提炼出来的很多油 运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小到汽车使用的汽油 和小部分汽车使用的柴油 大到飞机使用的柴油 和航空母舰使用的重油 因此我国每年都要大量进口原油 原油的价格比较低 我们国家在采购完原油后 进行一系列的加工 再卖给其他的一些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是没有技术 只能购买进口成品油的国家 普通原油和经过加工后的成品油 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家利用先进的技术 赚了很大的一笔钱 所以小编觉得我们国家这么做是正确的 现在大家还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吗